首先把长道打通 把大便排出去 这是我们的智者 一般取什么学位呢 背书学 木学 下和学 这一类学位偏多 那么具体的讲 我们学位如下 天书 大长书 上句虚 支沟 赵海 首先我们看天书这个学位 这个学位是属于 主养命未经的学位 它也是大长之木学 你看它位于什么呢 腹部 肚脐 正中 左右旁开 隔两寸 那么这个学位的 简便取学方法 我们也可以是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并笼 放在肚脐旁边 左右 隔两寸 左右各一个学位 这个学位 你看它的位置 就在胃肠的上方 所以洁净胃肠 也是大长精气汇聚之处 我们看天书和大长书 这个学位何用 它叫做什么配学法呀 书目配学法 而大长书呢 是逐太阳旁观经的背书学 它位于在腰部 在什么位置呢 第四腰椎基图下 旁开1.5寸 而我们再看上句许 为大长之下和学 位于小腿的前外侧 独鼻血下6寸 据前面的进步前级 旁开大概一横指左右 那么这三个学位何用 达到了通调大长腹气 而腹气通 大长传导功能就能够恢复正常 再我们看我们用了支钩 支钩这个学位是手上 三胶筋的学位 在前臂的外侧 也叫背侧 往横纹上三寸 而这个学位具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宣通三胶气急 清热理气 降力通便的作用 也是治疗便秘的特效学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赵海血 这个学位是逐少阴圣经的学位 它的定位是内怀间 正下方的凹陷处 它具有支阴通肠的功效 取这个学位是取之什么呢 真业行舟之效 所以它经常和支钩血配物 来治疗便秘 那么这几个学位 我们的爱揪操作是什么呢 都可以用温和揪的方法 来进行治疗 你看温和揪 我们像爱调的一端点燃 对整阴灸的血位 大概距离血位的皮肤表面 两到三个厘米来进行熏运 使局部有温热感 但是没有着痛感为宜 导致皮肤红晕维度 每血揪五到十分钟 每天一次 最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便秘的日常护理 第一增加上食中的粗纤维成分 多食用蔬菜和水果 那么第二呢 多饮水 每日清晨饮温开水 或者是蜂蜜水 300到500毫升 这个清晨喝水呀 特别有好处 不但是治疗便秘 我们说也可以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 那么第三呢 就是食量的增加运动体育锻炼 那么通过你的运动增加 结肠运动的能力 而第四就是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 每天清晨定时 这样呢 使我们大脑形成一个什么呢 条件反射 这就是我们对便秘的这个调护护理 好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